看完方式 再来是车市的部分了 全球电动车今年成长力道虽然放缓 但研究机构依然是认为 2024的纯电动车销量将会达到1000万辆 同时汽油车市占4年内会下降至50%以下 电动化的趋势不变 产业的重点依旧是三电系统 其中电控堪称是车辆的决策大脑 负责控制车辆快慢 还有转弯角度等等的各种动态 这关键零组件的国产化进度 对您了解 在电动车产业呢 是得三电系统者得天下 三电系统指的是电池 电机跟电控系统 刘洋伟三年前就说得三电者得天下 其中电动车的电池和电机马达耳熟能详 但电控是什么 眼前这个接满排线的正方形电路板 就是俗称电控的整车控制器 看似不起眼藏在汽车中控台下方 但却是负责计算执行车辆动力分配的中枢大脑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无核动力的控制器 因为他得要知道 我现在车子 它的情境是 它靠轻的动力就够了 它把它的能源 它的电去回充回去给离电池 还是现在它需要离电池 去做辅助的动力的输出 所以这些都是透过我们这个车辆的大脑 这个我们的动力控制器去做决策 不只负责动力分配决策 整车控制器就像手机的CPU 当驾驶人脚踩油门刹车的力道 以及手转方向盘的角度 都是一种数位讯号 就能输入给整车控制器 经过计算 再输出给车辆的机械转动元件 因此一台笔电 只要给出模拟讯号 手不用碰方向盘 大卡车就乖乖转向 整车控制器就是自动驾驶的核心基础 可以透过这个控制器 去控制车上的这些像方向盘 油门 刹车 档位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自驾车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那也是现在我们所谓的A-DAS 这种智慧辅助驾驶 它的一个最先决的条件 我们下一步希望做到的是 我们去做环境的感测 例如说我车上的这些感测器 我可以知道前面是一个上坡 或者是说我接下来的速线有被提高 所以我可以猜说 那接下来我车子会做加速 或者接下来车子需要做到 比较大努力的输出 那这时候我可以提前去做系统这个调配 既然要得天下必先得电控 那看看全球整车控制器的供应商 几乎就是欧美日的天下 德国大陆集团 博士 美国德宜 日本三菱 瑞士易发半导体 都是主要参与者 而2021年 鸿海在自家电动车平台上 搭载了工研院研发 英叶达制造的整车控制器 这一步国产化至关重要 因为有了控制器当作土壤 才能在上层开出台湾车店产业 一朵朵鲜花 像说翼龙店 然后像奇美店 他们都还做这些周边的感知 像说sensor 不管是相机雷达等等的 Tier 2这些的元件 但是他们做完这些之后 还是要接回去到 我们所谓的现场的控制器 因为它才是做最终决策的 他们如果只能依附在 国外的控制器上面 那等于说它其实是被掐住的 那第一个是他们要符合这些车厂 或者这些控制器厂商它的要求 第二个是他们可能还要跟他们 收取一些跟他们控制器 对接的一些权力金 那这个对国内的这些车店的发展 其实都是相对不利的 台湾能代工出最好的车用晶片 但安装了这些晶片的整车控制器 却往往出自欧美大厂 只有自己做电控 才能掌控自动驾驶的关键核心 而且更加实际的原因 可以在电动巴士的组装工厂中发现 吊挂机具来来去去 一辆辆等待焊接组装的电巴车体 纷纷装上MIT的整车控制器 因为针对电动公车 政府有70%的购车补助 条件是关键零组件必须国产化 台湾在这方面的补助 比例来讲是最高的 政府在补助电动公车的同时 它会要求你做一些国产化 其中VCU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我们也藉由台湾供应院的 一个技术能量的协助 我们也开发了我们自己 自主技术的一个整车控制器 会是一个自动驾驶的基础 也正式肩负台湾车店 和自驾技术的摊头堡 每一个MIT的整车控制器 出货都不能马虎 除了要通过静电检测 在装上实车前 讯号输入输出的反应速度 也得过关 例如说我先要给一个 转向60度的讯号 那透过系统 它本身发出的讯号 接到控制器本身 然后控制器它在实际的去下命令 给虚拟的一个转向马达的时候 这中间过程会有多久的响应时间 以及它会不会有任何的延迟 驾驶人操控车辆的所有动作 就是一连串数据化讯号 而透过电脑模拟 一辆巴士转向几度 速度多快 可能翻车 都能计算预判 因此设定好安全数据的 整车控制器 就能防止司机危险驾驶 导致失控 事件研究显示 全球整车控制器的市场 将从2023年19亿美元 成长到2033年的111亿美元 年平均成长率19.3% 需求增长反映了电动车 和自动驾驶的趋势 而自驾的最强大脑整车控制器 台湾也要力拼 在欧美日夹杀中杀出血路 这段话车要龙新竹才能够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